周二的谷歌IO大会上 谷歌发布名为艾斯翠亚的新人工智能 可以持续扫描摄像头画面 提供对周围世界的上下文理解 谷歌称艾斯翠亚是人工智能助手的未来 是一个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提供帮助的通用人工智能代理 目标是快速对话 几乎没有延迟 在谷歌的艾斯翠亚演示中 手机持续将摄像头对准一个房间 几乎可以立即做出反应 谷歌似乎还展示了新的人工智能 与一副眼镜一起运行的场景 这预示着未来会有更多可穿戴的人工智能技术出现 谷歌已经在与三星和高通公司合作开发 混合现实平台 谷歌优优独播剧场 给你个编续将写了 编号码的编程 给你个编号码 编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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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C-B-C Encryption to encode and decode data based on a key and an initialization vector, IV. That's right. What neighborhood do you think I'm in? This appears to be the King's Cross area of London. It is known for its railway st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connections. Do you remember where you saw my glasses? Yes, I do. Your glasses were on the desk near a red apple. What can I add here to make this system faster? Adding a cache between the server and database could improve speed. What does this remind you of? Schrodinger's cat. Alright, give me a band name for this duo. Golden Stripes. Nice. Thanks, Gemin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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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类似于美国在2008年至09年金融危机期间实现的一项政策 当时在美国叫做旧车换现金计划 但是习近平不只想让中国人换车 但希望人们还要换掉家里的旧家电 工厂要换上新设备 甚至房子也要以旧换新 中国政府的这项计划旨在提振消费者支出 但是对于该政策是否会有明显的效果 经济学家们则普遍持怀疑态度 外国经济学家还表示 这一政策很可能会推动中国工厂扩大规模 生产更多的商品 恐怕将会加剧全球对中国产能过剩的担忧 以旧换新计划更多的则是在暗中 为供应策来纾困 而无法直接支持中国所需的消费支出 这些经济学家表示 中国家庭存钱太多花的太少 而对于那种更果断的将增长引擎 从投资转向消费的经济改革 中国政府并没有表现出多少兴趣 在2009年金融危机时期 美国政府斥资30亿美元 实施了一项汽车报废计划 帮助消费者将污染严重的旧车 换成更加清洁的新车 当时美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措施 刺激遭到金融危机重创的经济 其中就包括这个旧车换现金计划 中国政府以前也曾经尝试过类似的政策 比如说在2015年和2017年针对部分车型 减免了汽车购置税 以鼓励人们换成耗油量较低的车 还有在2022年中国向银行提供廉价的贷款 为产业升级提供资金 而现在在中国经济艰难应对房地产危机之际 中国领导人再次祭出了这个套路 试图释放消费潜力 从最新版的政府政策文件中可以看到 包括了家电和汽车已旧换新的目标 范围扩大 同时房地产政策的口号也包含已旧换新 4月底至5月初 深圳和上海两地发起商品房已旧换新活动 口号是全程推优先卖 活动称如果旧房未能在一定期限内出售 那么居民可以无条件的将新房退房退款 以此来减少顾虑刺激购房 此外这一轮已旧换新与前几轮的计划 还有一个不同之处 那就是中国政府表示 将从中央财政为已旧换新的计划 来提供资金的支持 而不是让资金紧张的地方政府来独自承担 一些分析人认为 该计划可以获得一定的进展 至少在短期内给予经济一些提振 高盛的经济学家估计 该计划将为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 带来约0.6个百分点的提振 但是一些重要的细则内容仍然模糊不清 比如说整个已旧换新计划的规模将有多大 这还不清楚 这表明北京对于计划的规模仍然有所保留 这也让一些经济学家持更加谨慎的态度 他们指出该计划蕴含的一个风险就是 即使消费者接受换车补贴 但是却同时减少外出就餐等其他消费 那么将会削弱整体效果 对美国当年的计划进行的一些事后分析就表明 实际上这种旧车换现金计划产生的成本 超过了给经济带来的好处 一篇分析论文认为 美国当年耗资30亿美元的补贴计划 实际上反而减少了50亿美元的新车支出 因为消费者购买了更加便宜 更加省油的汽车来享受补贴 却减少了对更昂贵车型的购买 同时在中国还有其他一些问题 可能会限制已旧换新计划的正面影响 现在中国的媒体上已经出现了一些报道 有人对家电已旧换新计划给出的低廉回收价格表达了不满 一位北京居民就称 他在2021年通过当年的已旧换新活动 购买了一台售价近9000元人民币的冰箱 但是这台冰箱在今年的已旧换新活动中 仅仅折现了人民币60元 另外还有一位北京的别克车主则表示 他考虑要换一辆电动车 北京市政府今年4月表示 用污染严重的旧车换新车的车主 将有资格获得最高人民币1万元的补贴 该车主表示 如果能够拿到一个新能源的车牌 再加上置换的补贴 那么很多人都会愿意拥有一辆新的新能源车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在北京已经有很多人在排队 等候每年数量有限的电动汽车牌照 虽然北京发放的电动汽车牌照 已经要比汽油车多数万个 但是为了治理拥堵 北京还是对总体数量进行了控制 分析师预计 在实施已旧换新计划的情况下 中国2024年的汽车销量可能增长3%至4% 而去年的增幅为6% 最后即使这项已旧换新计划 确实在短期内促进了经济增长 但是大多数经济学家预计 它的效果只是暂时的 并且表示该计划的效果 达不到中国经济需要的整体性的刺激 习近平对于直接发放现金的做法 始终持谨慎态度 他认为这种带有西方的福利主义色彩 因此他更加鼓励借贷 而为了鼓励借贷 中国利率可能会进一步下滑 这可能又会引起投资者 为了其他地方更好的回报 而将资本撤出中国 中国官员现在拉动消费的力度 远不及推动投资的努力 如今北京不再把巨额资金 引向房地产领域 而是把投资引向制造业 尤其是中国所说的 新制生产力行业 比如说可载生能源 半导体和电动车等高科技产业 结果就是 世界各地政府现在纷纷抱怨 在中国致力于发展制造业的同时 内需疲软正在促使中国企业 把廉价商品大量输送到海外市场 外国政府担心 本土企业难以应对 中国产品的低价竞争 部分经济学家表示 作为扩大的 已旧换新的一部分 通过鼓励工厂进行设备升级 采用更新 更具有生产效率的设备 有可能提高中国的工业产能 从而使上述问题更加恶化 中国策略师表示 为企业提供升级换代补贴 到头来只会创造更多的产能 更多的供应 从而就与需求量 拉开了更大的差距 以上就是今天 新风事件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 如果喜欢记得点赞 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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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到六度解析 我们为您带来彭博社独家报道 据知情人士透露 中国正在考虑 让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 购买数百万套未售出的住房 这是其迄今为止 最雄心勃勃的尝试之一 已拯救陷入困境的房地产市场 据不愿透露 姓名的知情人士透露 国务院正在向几个省份和政府机构 征求对这一初步计划的反馈意见 虽然中国已经通过国家资金 帮助试点项目清理过剩的住房库存 但最新计划的规模将大得多 据两位知情人士透露 当地的国有企业将被要求利用国家银行提供的贷款 以大幅折扣购买陷入困境的开发商手中的未售出住房 许多房产随后将被改造为保障性住房 官员们仍在讨论计划的细节极其可行性 知情人士补充说 如果中国领导人决定推进 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最终确定 住房部未回复置评请求 如果当局继续推进 这将标志着政府备受关注的解决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拖累问题的行动进入新阶段 今年前四个月中国的住宅销售量暴跌了约47% 未售出的住房库存处于8年来的高位加剧了危机 这可能使约500万人面临失业或收入减少的风险 CGS国际证券香港的中国房地产研究主管Raymond Chan表示 该计划可以直接向开发商注入流动资金 改善其财务状况 同时立即消化过剩的库存 他说这对所有人都是有利的 当然这需要大量资金 至少1万亿元人民币才能产生更有意义的影响 Jeffrey's金融集团中国金融和房地产研究主管Shu Jin Chan估计 至少需要2万亿元人民币2770亿美元的投资 在4月30日执政的共产党承诺探索新的方法缓解房地产危机后 投资者一直在等待政府下一步行动的细节 由中国24名最高领导人组成的政治局表示 国家正在研究如何消化现有的住房库存 报道发布后 追踪7家内地上市主要开发商的中正300房地产指数上涨了5% 离岸人民币和澳大利亚原小幅上涨 大多数私人开发商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交易 但该交易所因假期休市 尽管北京过去曾试验过由国家购买未售出的公寓 但大多数小规模的举措都未能取得成功 2023年初 中国人民银行通过一个专门的贷款设施 向一些金融机构提供了1000亿元人民币 这笔资金旨在帮助8个城市试点购买未售出的房产 用于当地的补贴租赁计划 经济观察报今年1月报道 包括青岛和福州在内的城市 已经开始使用这些资金购买公寓 然而中央银行最新的季度数据显示 截至3月 该计划仅发放了20亿元人民币 表明银行和地方当局谨慎行事 自上月政治局会议以来 包括阿里巴巴集团总部所在的杭州在内的几个主要城市 取消了所有剩余的住宅购买限制 以促进交易 与此同时 超过50个中国城市推出了已旧换新计划 提供居民出售旧房 并升级到新房的激励措施 以促进住房需求 据天风证券本周的一份报告显示 其中11个地方政府或城市支持的实体 正在进行购房库存的试点 尽管如此 根据彭博经济学的说法 中国的房地产行业不太可能稳定 直到住房供需之间的差距缩小 官方数据显示 去年未售出的住房库存攀升至36亿平方英尺 是自201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天风证券估计 政府需要花费至少7万亿元人民币 相当于今年中国预算赤字的78% 才能在18个月内消化库存 新的计划通过地方政府减少住房过剩 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其债务水平 去年其债务水平已飙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56% 银行也将面临压力 因为他们的资产负债表已经被上升的不良贷款和缩小的利润率侵蚀 中国持续的房地产低迷 正在侵蚀该国最大国有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其不良贷款不断增加 交通银行周三报告称 去年底其房地产不良贷款率 从前一年的2.8% 跃升至4.99% 尽管逾期按揭贷款余额有所下降 但该板块的特别提到贷款 这是不良贷款的领先指标 激增了23% 达到了98.8亿元人民币14亿美元 更大的竞争对手 中国工商银行有限公司 在周三的一份文件中表示 其住宅按揭贷款的不良贷款增加了9.6% 达到278亿元人民币 在公司贷款板块中 其房地产不良贷款率是所有行业中最高的 中国农业银行有限公司报告称 去年不良住宅按揭贷款 增加了4.7% 而房地产行业的不良贷款率也超过了其他行业 尽管利差缩小 三家银行都设法报告了利润增长 交通银行在香港下跌了2.7% 工商银行下滑了0.8% 农业银行在周四交易结束时下跌了0.3% 正值其业绩公布前夕 面对北京要求他们帮助提振国内经济 以及拯救负债累累的房地产开发商和地方政府的任务 国家最大的国有银行正在努力保持增长 迄今为止 国有银行响应北京的号召 降低贷款利率并加大对开发商的融资支持 交通银行表示 中国早期的贷款基础利率削减和现有按揭利率的降低削减了利润率 该银行表示 去年它承销了56.5%的房地产公司债券 以满足开发商的需求 根据工商银行的声明 银行保持了稳定有序的房地产贷款发放 并加强了对租赁住房的金融支持 农业银行在其文件中表示 重新定价现有贷款 如住宅按揭贷款削减了其利润率 去年 该行对超过763万借款人的现有按揭贷款利率 平均下调了73个基点 今年2月 中国新房和二手房价格的下跌加剧 凸显了当局拯救陷入困境市场的挑战 据工商银行副行长王景武介绍 工商银行加大了对房地产开发商和项目相关风险的管理力度 房地产不良贷款率从年初的5.37%下降了0.77个百分点 并提供了充足的拨备 截至2023年底 工商银行的房地产贷款和按揭贷款余额超过7万亿元人民币 占其贷款总额的四分之一以上 交通银行副行长殷九永表示 今年保持资产质量的压力仍然巨大 因为房屋销售和开发商的流动性状况需要时间恢复 他在财报发布会上表示 总体而言 该行的房地产风险敞口仍在可控范围内 随着投资者等待评估 其在依赖银行贷款恢复动力的经济中的韧性 大型贷款机构的盈利能力和资产质量成为关注焦点 官方数据显示 去年中国商业银行的合并利润增长了3.2% 达到2.38万亿元人民币 增速为2020年以来的最慢 不良贷款余额上升至创纪录的3.23万亿元人民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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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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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也知道中国和美国也正在AI领域召开高层之间的政府交流会 那么今天应该已经结束在日内瓦的这一次会谈 但是目前还没有看到官方的正式声明 而说到AI竞争其实不仅仅是硬件的竞争 有的时候也是人才的竞争 此前我们在华尔街论坛节目中就为大家介绍到 微软中国实际上被称为中国AI开发团队黄埔军校 就是因为曾经为中国培育了很多著名的AI人才 但是受到美国政府的关注 也因为害怕先进的AI技术就此流入中国手中 近期跟微软中国AI有关的消息 引起了很多圈内人士的注意 几百人的AI团队是不是要集体撤离中国 搬家移民去其他国家 我们想介绍一下相关小小 随着过去一年多的时间 我们看到AI人工智能的飞跃性的进步 微软他们在中国的人工智能研发团队的去留 或者是他们的未来 一直时不时会蹦上新闻的焦点 这一次真的是抢了一个新闻的头条 那就是微软他们中国的部分员工收到公司的邮件 而且是突如其来的一份邮件 说微软就问这些员工是否愿意迁移至其他地区工作 从中国出去有多个落脚点 包括美国包括澳大利亚包括爱尔兰等国家在内 涉及的微软的员工 包括AI平台的Azure的机器学习 等团队 那公司微软这边啊 据说是将负责亲属签证的问题 那涉及的团队的人数 总共啊那有上百名的员工 那根据中国媒体 他们去采访到了相关的这个啊 被发送到邮件的微软的员工说 那有一个家属就说他所在的啊 这个微软的小组负责AI相关的业务 收到的微软的邮件显示所在的小组是整体打包去欧洲了 哎去了欧洲的硅谷爱尔兰 那员工呢也可以选择不去 那么微软这边的这个可能是公关团队呢 是对第一财经就说这一次的这个邮件啊 给出的一个搬家提醒啊 是给部分员工一个可以选择的内部调动的机会 不影响公司在中国国内的运营 那么根据中国另外一家媒体澎湃新闻的报道说 那有微软员工向澎湃新闻证实说 哎这个微软中国部分员工收到打包搬家令啊 也是属实的 而且这是5月14日刚出的消息 那一些员工突然收到了有关啊 征签一致海外工作征询的邮件 要求啊是在6月7日之前回答去还是不去 那这样给大家一个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啊 做出反应让大家都觉得很懵 那此前呢也没有任何的预兆 尤其啊是那些已经成家了脱家带口的员工 那想必是要考虑的事情很多 而也有同事认为啊 这是一种变相的裁员 虽然微软这边也说可以选择不去 但是也因此对留在公司的未来呢 肯定会产生一些担忧 因为你如果不随团队啊 搬家出中国 那你会被调阻 那你未来的这个事业 势必是会受到影响的 那也有一个家属在微软的这个Azure机器学习的用户 像澎白新闻说啊 那家属所在的小组是被整个迁移至的澳大利亚 在线上开会的时候啊 那在整个线上的会议中就有300多号人 那这些人涉及了北京上海和苏州的员工 那也有人呃这个 对人员工和他们的家属啊 就一直呃在讨论 到底面对这一封这个迁移 征询通知该做出一个怎样的决定 那么之前呢 这个呃大家都会讨论 如果给你一个机会认出中国 你去还是不去啊 但是呃从我们在上节目之前 在看到这个在职场平台卖卖上的讨论啊 那在微软内部啊 哎并好似乎并不是所有的这个微软员工啊 啊都第一时间就下了要啊 随团队迁出中国的这样一个决定 也有人也有一些这个微软的内部的啊 工作人员说啊 他们不太想随团队出走啊 可能呃在6月7日之后啊 他们也会选择留在这个微软中国继续他们的工作 那么突然给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呢 到底走还是不走 其实这个确实是要考虑很多 那到底是啊怎么走 那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 怎么开展自己的工作 怎么啊维持一个已经很熟悉的生活 这都是一个非常啊 难以在短时间内给出一个答案的问题 那对于啊这样的一个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要做出这样一个选择啊 那不知道何明先生怎么看 那么这些啊中国的年轻人到底该怎么选 我觉得中国的年轻人非常的幸运啊 他们不但可以在西方的公司公司里面办以一个如此重要的角色 他们还可以帮助他的个人或者是他们的家人呢 办这个轻手啊离开啊 去很多的国家我觉得很好很好非常好 早一段时间不是说这个他们已经有一批人到了这个温哥华吗 我觉得全世界的人才这样散落和分布啊 将会是未来的这个世界啊 更引以这个呈现出一个同步的特征 而不是说啊按照他们现在的正开门 或者是某一些战略家所分析的这样啊 一个格列的一个对抗的 甚至是一个啊这个啊这个 这个不同体系的这样一个未来的世界政策成形 我不认为这种情况会真正产生 所以这是对于微软来讲 他可能趋于他们的安全或者布局的考虑吧 但是对于整个世界来讲 人才其实是未来会更广泛的流动啊 这种情况可能未来也会在中国公司里面发生 对吧你是去美国还是去英国还是你留在国内 好谢谢这个和平先生的点评啊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呀是让人觉得有一点忧心的新闻啊 哎有的时候啊我们说这个技术啊是越来越发达 过去需要人手工作的事情 现在可以用自动化的方式解决 和平先生不知道你有没有露营的习惯啊 过去我记得我们在露营啊参加这个这个野营活动的时候 人家教我们的第一点就是怎么生活呀 怎么织帐篷啊 现在呢露营的爱好者是有更加便捷的方式了 有这种自动的帐篷 但是有的时候自动的东西一出故障 那导致的后果可真的是让人觉得血淋淋的教训 到底是怎么回事想要能不能介绍一下 嗯就在我们上节目之前呢我们留意到一则这个令人感到非常惋惜的消息 那就是在5月13日14日呢在网络上有相应的讨论说 哎呦长车在成都啊有一个长城皮卡的车主 那被车皮卡这个斗里的电动帐篷 顶帐篷卡搏不幸身亡出现了这样的一件事 那么有媒体就去证实发现确实这件事属实 那有的网友就质疑啊车辆是存在着隐患 或者是这个车斗里的电动帐篷存在隐患 那么根据这个身亡的车主的朋友告诉媒体说啊 啊身亡的车主呢刚提车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大概是刚有半个月的时间 在5月11日车主呢是在操纵帐篷升顶时发生意外 那朋友在一边呢也曾试图啊操作钥匙救人 但是不成功 那在5月在这个5月11日发生的这个意外呢 包括这一辆皮卡的这个品牌长城 以及这个电动帐篷的品牌呢 都这个电动帐篷的品牌叫做邱野地 那么这两个品牌都对这样的一个意外呢做出了回应 那包括长城说啊我们正在密切关注本事件的调查 进展也将全力协助啊这个帐篷品牌 秋野地呢配合有关部门的调查 也对家属提供啊一切需要的支持 那么秋野地品牌这个帐篷这个也不是一个很新的品牌了 它是在2022000年出头啊成立的这样的一个啊露营帐篷的开发者 那根据秋野地这个品牌方的公开平台的声明说啊 他们说经过多方信息的初步了解 本次事故呢是在电动帐篷上升过程中 用户进入帐篷内发生了意外啊 这个声明啊其实也等于是什么也没讲 那到目前呢两个品牌方给出的一个声明呢 那并没有给出一个事故原因的一个具体的操作 那究竟是这个产品有缺陷 还是使用者操作不当呢啊 各方的都没给出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 但是正如李奇所说的 那就啊就是论是你在野外在户外露营啊 使用任何设备的时候呢至少你得有一些露营的常识啊 无论是对你使用的车辆机械或者是你的这些露营用具啊 至少你得读一下说明书啊 知道它的一些操作规范 或者是它的一些啊 这个一些安全须知啊 那这个车型呢是呃 秋野地和长城皮卡一起联合创作的一个皮卡露营的新的一个 怎么说改装车辆啊 它完全打开呢就是你现在的图里看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根据现场车主朋友的说法呢 呃身亡的车主啊是在啊进入帐篷 在电动帐篷升举的过程中啊卡在了一个一个固定的位置 卡在了脖子的地方 在强制停止帐篷这个升起的过程失败啊 这个才造成了人员的身亡啊 对于这个事情呢 我呃怎么说呢 只能觉得非常的惋惜嗯 嗯在美国你即算是露营啊 美国的露营可以说比中国可能发展的时间早很多啊 即算是这样 露营发生意味的情况是 其实是蛮多的啊 主要是呢 如果你不是在一个大家指定的一个露营区 你自己擅事地进行露营呢 就是增加更大的这个危险性 即算是在露营区啊 你这个气质本身的安装过程中间啊 都是很容易受伤的 很容易出事的 所以大家虽然这个所谓的露营是比较浪漫比较好玩 这个实际上它在真正的操作过程中间 整个的过程其实就是你露营的一部分啊 所以这个安全大家特别注意啊 海外留学生到了这个美国之后 也是很喜欢隐居到美国的这些社区生活里面去集中露营 就我就见过很多这种留学生 但是他们在这方面呢 因为毕竟是年轻人嘛 就比较的没有安全意识 好谢谢这个和平先生的介绍啊 接下来为大家说到的呀 就是跟电商有关的一条新闻啊 那我们知道中国有很多的电商平台 在之前的一个啊 就我们叫做第三次电商革命中啊 可以说是占到了世界的前头 那么其中有很多呀都在中国啊 在中国的杭州驻足 在昨天呢 央视就揭露了这样一起叫做 头部电商腐败大案 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 而据说呢 是在杭州的某一家电商的基层人员 是利用审批入主旗舰店的权限 出现了受贿超过9200万这样的一个巨额的数字啊 那么到底情况是怎样的 一个基层的员工怎么能有这么大的权利 想能不能介绍一下 嗯 前几年啊正如刚才李奇所说啊 那在这个电商平台风起云涌的那个时代呢 在杭州啊 那据说有一个段子说啊 杭州有近一半的酒吧呢 都是靠杭州本地的一家电商平台中的员工啊 撑起了自己酒吧的生意 这个公司不是别的公司 正是阿里巴巴 那么根据央视的最新的报道 虽然他们没有点名说是哪一家具体的电商平台 但是他们定位了这个平台的电商平台的所在地 就是在浙江的杭州 那么杭州 这个报道其实啊 王某啊 他的这个整个收费的受费的过程呢 也非常的简单 首先王某是杭州某电商平台基础岗位的一个运营员工 主要负责的负责的是这家电商平台家具类的官方旗舰店入住的一个审批的业务啊 他就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就迅速将手中的审批权做成了一门上亿元的生意 期间他呢 伙同多人共同收受贿赂达到了1.3亿余元人民币 他自己的收受受贿的金额是达到了9200万元人民币 在他一手打造的这个受贿的一个灰色生意中啊 形成了一个倒卖家具类官方旗舰店指标的黑灰产业链 那么杭州电商平台官方旗舰店入住 共同收受贿赂高达1.3亿余元 那诸多关键因素叠加起来 那涉事的企业呢很多啊讨论都说啊 这个企业就是阿里巴巴 其实你从新闻披露的信息来看啊 这个王某受贿的手段呢也没有那么高明 也没有那么复杂 那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进行审批的一个权限呢 就是利益化了 那说白了商家要在电商平台上开设一个 官方旗舰店要按照流程提交申请之后 那在后台负责审批的人 那就是王某这样的人 那在短短一年王某就迅速将手中的审批的权限 做成了一门上亿元的生意啊 所以啊别看马云一年在之前啊 年年当首富的那个年那段岁月啊 他的这个身家上涨的有多快啊 那就是阿里一个简单的基础岗位的员工 就都能靠自己的一点点的权限呢 在一年内啊 达到一个上亿元的回色收入 嗯好 谢谢这个小杨的介绍啊 哎那我们说呀 有的时候啊 这个电商系统啊 可以说是藏有巨大的利益 那么出现了贪腐的情况 即使是基层员工的贪腐 都让我们觉得数额十分的重大 而更广泛的而言 整个金融系统啊 那么可以说是国家金融血脉之所在 每一次金融系统出现这个贪腐啊 那不管是赖富赖小民也好 还是近期落马的央行前副行长也好 这个收费收费数字也特别的巨大 然而更关键的是什么呢 就是金融系统他们的很多的数字 由于在内部系统里面循环啊 经常会有很多的灰色地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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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